我叫你叫个多数 这个三个铃快递都叫忘了 他没有什么样的 放手 三个铃是什么问题 树林花晚上我和老公还有堂兄 还有他老婆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吃饭 然后路上看到有一堆东西 离近了看他发现是一堆快递 然后我们把它装上车之后 联系到了货车司机 但是货车司机没有时间来拿 我们发现快递都是一个发店人 然后我们又联系了发店人 知道他是做电商的老板 我们又约定好地点给他送了过去 老板拿到快递也非常开心 然后给我们买了水 谢谢我们 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没想到会引起大家那么多关注 老板也是做生意的 我们也是做生意的 一想到他们丢了这200多个快递 心里估计也很着急 就是将心比心 谁见到也会伸手抱一把的 传播正能量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会把正能量一直传播下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